有陈主任 还有来的木瓜王实力主席 李议员 王议员 在座呢我们 所有的爱好美食的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想要说大家爱好美食是正确的 美食当前我们 这几个都在这里又不能 又不能吃好了 像讲太多会话等于是跟带瓜一样 我想呢我们今天不是来当带瓜 今天是要来帮大家说明 要促销木瓜 今天我们标题呢是 木瓜王军跟南洋公主 那首先呢要非常感谢 在屏中的木瓜又进入正反集 的这个时节呢 为了鼓励大家多使用我们 当地 当令 当地的 这个木瓜 而我们国际呢 节能减散的趋势要吃 当令 当地的 苏果所以呢 容业出法周围办了这样一场品 看要怎么办 我刚才说了凉拌之外呢 还有做汤还有做些糟的 那农业出这次啊 得到我们南洋姐妹大力来支持啊 因为咱们都会看到的 这几位南洋姐妹跟几位巴基姐妹呢 都是目前啊 在我们 好好的协会 也是接受老委会的 那个多元辅助 的人力 那今天做这个工作呢 原来不在他们的工作半途 那他们愿意想 特别放下左边的工作 有家乡美味的木瓜料子 来跟我们的朋友们讲啊 我们就要非常感谢他 那其实呢 今天我们也要非常感谢农业 是吧 也来热情战步 因为农业最关心我们平中的 蔬果的生产 那生产重要 那教授也很重要 那我相信呢 大家都 说出来跟我一样 以为木瓜是自熟的啦 那拿不贵哦 最近这几年来 知道不贵是在做凉饭 刷这个不贵腔啦 不然的话 要是我们习惯了 到市场 不要买是什么 那对木瓜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看我们主持人就知道 我就一切心在不言中 就不用说多搓啦 所以我们副助长要多多加油 多多来食用这个木瓜料理 那其实呢 除了女性需要之外呢 我听说了 男性的支付瓜 应该至少有那个 帮助消化 帮助消化 尤其在我们其中地区 热吧 天气热 可能你吃的少 水分如果吸收的不够 才容易呢 那个 消化不是很顺 那我讲是吃木瓜 一样也是很有帮助啦 那这样的东西 按钓子 大家还是要听听 我们木瓜网友 怎么介绍木瓜的好处 总而颜色一样的总之 我到这边多嘴的话 前面就不能吃了 所以我继续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来食用木瓜 谢谢